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季方面的韩国 美丽的风景引人入胜 韩国的美食更令人食指大动 韩国泡菜不仅是家家必备的传统佳肴 更是韩国饮食物化最重要的一部分 韩国烤肉是韩国料理的精华 韩国料理美味无比 想吃吗 想学最道地的韩国料理吗 现在江大厨的请客 这次要介绍的是香辣够味的辣炒五花肉 龙秀市中的五花肉吃起来非常的香浓滑嫩 一口咬下满嘴都是肉的清香 这种浓郁的滋味真是令人赞不绝口啊 来了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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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有弹性啊 还走啊 来来来 好 你看看 嗯 我越来越欣佩我自己了 我越来越崇拜我自己 什么都好吃了 人家 好吃吗 看不看 没问题 嗯 好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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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是江大厨请客 要来了 今天我们要请什么吃呢 腊炒五花肉 什么叫腊炒五花肉 主要就是说五花肉怎么去炒 用五花肉的多料 这个材料来去炒一盘 我们先把它腌制以后了再来炒 它跟我们的台湾的菜 跟什么比较接近呢 应该说是回锅肉之类的吧 回锅肉 有义曲同工之妙就对了 好 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的食材 食材 腊炒五花肉所需要的食材有 五花肉 胡萝卜 青辣椒 红辣椒 辣椒粉 辣椒酱 胡椒粉 洋葱 蒜泥 葱 以及糖 五花肉的部分 为什么叫五花肉呢 因为它这个五花肉它有三层 就是一层肉一层肥的 一层肥的一层瘦肉 对 那也有叫三层肉 在韩国来讲它应该是讲三层肉 但是台语来讲好像也是三层肉 台语怎么发音 再联络 三层肉 三层肉 好 这里是有青辣椒 红辣椒 因为我们是炒辣嘛 对 没错 少不了的韩国辣椒酱 评论这个到哪里去买呢 永和的中心街 或者是西门丁 或者是西门丁 对 西门丁 现在甚至有一些一般的大型的超市 超市市场 对 它们有这个韩国的公司 有代理商进来这样子 好 来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五花肉 五花肉的部分 来 怎么切呢 这个五花肉呢 因为它很软的话不好切 很软的话不好切 对 所以你呢 把五花肉切成这么 大概这么一口一口的量的宽度 给它切了以后 你拿一个塑胶袋也好 保鲜膜也好 保鲜膜也好 方便取得材质 然后去包起来 摆在冷冻库 把它冰起来 冰起来 叫它有一个形出来 冰冻起来 让它这样子硬硬的 对 再拿下来切 再拿出来切 对 一拿出来就好切吗 一拿出来的话很硬 对 你那个时候就冲一下水 它上面那个冰霜 马上就在冲 差不多冲个五分钟 不需要差不多一两分钟 或者你放在外面五分钟 放在外面五分钟 你拿出来以后 先切东西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软了 所以我们就先切肉 现在可以开始 把它切成切片就对了 切片就薄一点 切薄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说 买五花肉回来的时候 因为它这边有肋骨 有肋骨 它有一种软骨在里面 那个就希望拿个小刀子 把它先去掉 先把它去掉 你那个去掉的部分 如果是多的话 你可以把它熬熬汤 熬萝卜汤熬汤都不要浪费 要骨头汤就对了 对 通通不要丢掉 这个部分就可以解冻起来再切 切成薄一点 薄一点 这个是错误的示范 这个是比较厚一点 对 厚一点 可是厚一点还是可以帮它处理 因为这个油 这个给它片过来 再给它片一半 我们这师傅不是白干的了 你看一看 马上就薄片就出来了 哎呀 这个不好切啊 这个就是因为 因为已经软了 已经软掉了 好 那我们 那已经好 这个已经软了 等一下 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这个皮肤比较难 对 中间的皮肤比较硬 好 我们切断 切开 从这头开始切 从这里开始切 这样子你就可以有危机处理的 就不用一直选那个软的边 你这个可以再动起来再用 哎 这样子 这就是辣炒 为什么要用五花肉呢 炒呢 你就是要 五花肉的它的肉质啊 是一层肉 一层肥 它口感滑润的 你不用加什么多 它就肉质的很嫩了 所以这一道用五花肉来 那我们现在这个蒜子切的 就是薄厚 适中的 如果你要出去烤肉 烤肉的时候 烤肉 我们就可以切大片大片 稍微大片一点 对 也是同样的方式 给它腌起来 你看 其实量够吗 够了 还是要再多一点 可以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配料 好 那这个我们先把它 放在这里面 为什么放在这里面呢 因为 等一下我们要把它腌一下 这个还要经过腌制的手术 腌一下 但这个腌不用很长的时间 一下下而已 就是腌腌抓一抓 多一个佐料放进去 所以均匀 涂均匀了 要再过来处理 现在我来准备其他的材料 接下来切辣椒 看你喜欢吃辣的程度了 辣椒这个也是因为凸显它的颜色 有红 我们就有绿 红配绿 狗臭屁 这里就是也是姜大夫 狗臭屁了 来了 切丁了还是整块放下去了 当然不能整块了 因为我们这是片 所以我们这个也切成斜刀 其实有一个逻辑 逻辑就是 你今天如果是用片的话 整个的其他的配料 整个的材料配料 要切片 用片的方式来处理 好 那这个没办法片呢 因为我们的大小的适中 对 就差不多这样子 对 好吧 配点颜色 加一点 再加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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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要浪费 好 那青辣椒呢 你可以用两根 两根 好 这个所有的做菜 我认为了 我自己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你菜 什么菜与什么菜食材的搭配 可以爆出什么样的火花 那个专 就是专味 就是它原有的味道 它会马上衬托出来 其实有的时候是看个人喜好 你不一定非得要摆 对 红萝卜 或者非得要摆什么 但是就是有个坚决的条件了 假如说我们炒这个 放了一块豆腐里面会好吃吗 那当然了 当然了 所以在这就是在取决于材料之中 是是是 怎么去搭配 好 这个才重要 还有一点就是说 青辣椒 为什么青辣椒 红辣椒我们要放 但红辣椒是提它的辣 对 但是青辣椒它有个功能 青辣椒 红辣椒我们要放 但红辣椒是提它的辣 对 但是青辣椒它有个功能 它会散出一个很清气的清腔 就怎么吃了感觉就出来了 就是又有辣椒味道 又有一种清淡的味道 因为辣椒它属于一个呛的东西 红辣椒本身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辣椒 但是青辣椒它有一个特别的不一样 这么说 青辣椒跟红辣椒它本身的香气 香味是不太相同的 不同的 所以我是用这两个来做一个搭配 有点葱 葱也是一样 葱也是葱白 葱白就好 也是一样 反正都是湿片 你就切片 或者你这样子的话 你就要给它片一下 片一下 拍一下 拍一下也可以 好 好 拍一下 这个洋葱呢 差不多切个四到五片就可以了 四到五片 对 不行 好 你随便切 还有切洋葱 我们如果是这样子去切的话 是 做出菜来是漂亮的 那是就切丝了吗 对 切片 切丝 可是你切了片的话 它变成丝了 但是你用这个角度来切的话 它是容易熟的 哦 但是它的形状没有那么美观 哦 一个是看你容易熟呢 还是要选 顺着丝还是逆着丝来切 哦 那我现在要逆着丝呢 你就现在的话 你就这样子切成片好了 一片一片 好 这样子切一片好不好 好 差不多这样子大小 嗯 好 好 洋葱啊 介绍大家 洋葱是 所有的感冒药 所有的成分呢 这个大部分都是洋葱 所以吃洋葱吃习惯的话 很不容易的感冒 各位观众请注意 来 我们还得加一点红萝卜 红萝卜 为什么要加红萝卜呢 因为想让它有点颜色 颜色的搭配 那红萝卜也是要切薄片 差不多切两三片就行了 一点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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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材料完成 完成 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这里面加少一点点糖 一点点糖 蒜泥 蒜泥 糖果菜里面蒜泥 糖果菜里面蒜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 千万不要小看它 因为我们要吃辣 所以这个就是辣的部分 辣椒粉 加一点辣椒粉 然后这个还要加胡椒 一定要加胡椒 再加强它的辣 就胡椒辣也要 也要让它涂现出来 对 嗆辣也要将它涂现出来 再加强辣椒酱 关键就是这个辣椒酱 这个辣椒酱 因为这个呢 我们不放盐 不放盐 用这个辣椒酱 用辣椒酱来 来调和它的味道 这个咸的味道 对 所以辣椒酱要多一点 你差不多 两汤匙够不够 太多 两汤匙太多了 一汤匙的半 我是想告诉说 假如是说你半斤的肉 现在这个五花肉 我们这个已经半斤多了 如果是半斤的肉 你就放一大匙 如果我们就半斤多 所以再加一点点 在汤匙上还有 好 因为我们这个弄一弄 腌的话 因为它没有汁 它这个油是生的 还没有下油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点麻油 一点就好了 一点点 让它容易比较拌出来 对 来 因为它是凝固的 肉的脂肪它会凝固在那里 所以我们给它加一点点水 加一点水 那拌的时候比较容易 好 调和 对 给它拌 可以了吗 对 可以了 可以拌了 可以拌了 在韩国牛肉很贵 对 牛肉很贵 所以大部分人都吃这个五花肉 五花肉很多种类的吃法 那这是最普遍的一种吃法 最普遍的一种吃法 那韩国牛肉为什么这么贵呢 因为韩国人他本来就是说 你请客呀 或者是来客人 就是以牛肉为主 如果是你吃到牛肉的话 请客他就算是一个你 就是上等的人了 我以为你是很贵 因为从前很穷 穷嘛 对 那他们因为喜欢吃牛肉 所以呢 主要是你被人家请到说 我带你去吃牛肉的烤肉最累的话 就是 表示他们尊重你这个关系了 就是贵客 就是贵客 贵客才可以吃牛肉 对 我们都是健客 所以吃五花肉是不是 五花肉他有五花肉 五花肉他比如说烤 那他家里有现成的辣椒酱啊 他辣椒酱都是有小家庭 自己粘制嘛 不去买成品嘛 这样子说 他就每天烤也会 觉得说要有个变化 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做 好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就开火 来 你现在看起来它没什么油 但是等一下我们炒了就油了 那 因为五花肉 它本身有油 对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这个是不粘锅的 不粘锅的 以前没有什么不粘锅嘛 对 现在有不粘锅 有一般的炒菜锅 对 那假如说你用一般的炒菜锅的话 你就倒一点点沙拉油 给它滚一下那个锅子就好了 主要是让它不粘锅 对 怕粘锅 那这个是不粘锅 现在是不粘锅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不用油 为了健康 对 我们尽量不要用油 不要吃很多油 因为它本身不会粘 所以呢 那这个也有一个就是 一边烤一边炒的成分在里面 有这个作用 对 有这个作用 可以享受烤的味道 享受烤的味道 我们就给它加热 反而要加热 好 所以这个一定要是热火 热火下去 热火 不能慢火下去 因为它腌过以后呢 你热火下去 你下去那一刹那 它这个汁就会吸在它的肉汁里面了 哦 就下去 所以就又有 对 才会产生作用 作用 好 温度够了 差不多了吗 差不多了 可以放了吗 可以了 整个放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量不多 来 好 我们这个量不多 就是你炒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肉给它铺平 尽量铺平 全部铺平 让它都均匀的 均匀 因为这个温度都 每一个板的地方都有温度了 就是用这种烤炒的方式 来处理这一道 我用夹子 夹子替代好了 不一定说我要炒菜 就是要铲子 你有什么道具 或者木头筷子 你当然这个是不粘锅 现在不粘锅有高级的了 这种铁也可以 那我们这个就不行了 所以我来用这个夹子的时候 非常小心 不要刮到这个面 没错 因为这个不粘锅的材质 只要是你的面有破损的话 你再使用它 它是有毒的 它没有内层保湿墨 那香味马上就出来了 等一下呢 这个五花肉做起来 它就不是刚才一样 好像没有光泽呀 不是这样的 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油 因为尤其是女孩子 对呀 一听到这个肥肉啊 就怕 就怕 身材跟我一样啦 对 对 所以它很忌讳吃这种东西 那这一道呢 其实我们感觉说 炒五花肉会很肥 但是不是的 因为我们没有加什么油 等你炒好了 它的油都是下来的 对不对 它油都已经被逼出来了 没有多少油 油已经出来了 有多少油 油不会那么多 不会想象中那么多就对了 不会想象中那么多 但是有一个绝效就是 不要炒得太久 只要是你觉得 感觉做菜都要比自己感觉 我不能告诉你 一分钟 两分钟 每一家的火都不一样 对 没错 大小不一样 锅子的厚度不一样 这都有关联 对 所以你感觉这个肉熟了 你怎么去感觉呢 你感觉这个肉熟了 你怎么去感觉呢 如果是没有瘦的肉 没有熟的肉 它是软滑滑的 那如果是瘦了 它就有结实人性 有结实的弹性那种的感觉 那种时候就是熟了 所以做菜 我永远强调就是说 很多人问 江大姐 做菜怎么会做好吃的菜 你做的菜为什么好吃 我说做菜好不好吃 就是在于你用心 用不用心 用不用心 你要很用心 至理名言 去做 你就会 就是在里面会解雾出一些 我不用心就糊了 怎么办 解雾出一些 翻一下 好 打厨吃完了 翻一下 好 这个肉呢 可以了 差不多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 好 好 来 这个起锅的这个就是美观部分 对 一下子放下去就不好看 对 这可以慢慢的 你看 这个我会连修饰都不需要修饰了 你看 哎呀 有弹性 还抖 我看 放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红配绿 可以 大概调整一下 这样的话色彩的感觉又出来了 好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教的辣炒五花肉 辣炒五花肉 其实姜鱼很嫩 就喜欢吃这种口味的东西 来 各位观众 我已经受不了了 吃辣 你看 辣炒五花肉的做法您学会了吗 让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 先将冷冻过后的五花肉 切成一片一片 再将红辣椒 青辣椒 葱 洋葱 切成一块一块 和五花肉一起加入 糖 蒜泥 辣椒粉 胡椒粉 辣椒酱 一起搅拌 充分地搅拌均匀后 就可以开始拌炒 而最重要的是 不需要加任何的油 直接在锅中煎炒 一直到五花肉熟透 香味散发出来后 就可以起锅了 香喷喷热腾腾的 拉炒五花肉就完成了 要赔辣椒吃 看辣椒 好 你看看 这一块大 姐 我越来越钦佩我自己了 我越来越崇拜我自己 怎么这么好吃了 这道辣炒五花肉 还没吃就被它的香味给吸引住了 顿时让人胃口大开 瘦中带肥的五花肉 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 非常的清爽香甜 没想到五花肉用这样的方法来料理 也是非常的好吃 香香辣辣的口感 配上鲜嫩的肉质 真是好吃的让人赞不绝口 久久无法忘怀啊 这样子做的话 又不会老 又嫩 又烤的那个香肉的 这个又要喝 没有办法 下酒菜就想到酒 不是 我们今天不是鼓励大家来喝酒 只是服务于有些观众朋友 习惯喝酒的观众朋友 知道怎么样去配什么酒 以这道菜来讲 热喝酒都没问题 啤酒烈酒烧酒都没问题 只是在韩国最普遍 烧酒的问题 日本清酒也不错 因为我不太会喝酒 只有这种的酒呢 我还可以去接受 快快快 我们来了 我们已经到的是又来了 又来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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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来 没问题 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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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足以碰到吃的 男人含蓄 等一下没有了 他才后悔 白藏在我心里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